中国队历来礼让 总是让对手先庆祝 这部话音刚落 日本选手就一套超高难度的动作 结束了他们的最后一跳 心怀忐忑的日本教练 在台下见到这一幕后 紧张的心情已立刻变得舒缓起来 高兴地连连给大家表演海豚鼓掌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全然没把接下来要出场的中国选手放在眼里 这一幕发生在2022年锦标赛 女子双人跳水三米版的决赛现场 重兴云集的一场比赛 为数中日之争最为精彩 众所周知 中国队在任何体育项目中 都是以血脉压制日本队 并自带BUFF加成 当然海参队除外 而在本场比赛中 中国跳水梦支队派出的两位主力选手 陈一文和昌雅妮 在面对一如既往嚣张的岛国选手时 究竟会给我们呈现出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比赛来到第一轮 率先出场的是来自岛国的卡拉米选手 他们选择了一套较101B的动作 难度系数比较一般 这一跳有点草山 只拿到了49.2的分数 是在隐藏实力还是沃龙凤厨 我们不得而知 紧接着出场的便是来自中国的梦支队 他们选择了一套较201B的动作 虽然看着比101B高级 但是难度系数还是一样的 看他们表现如何 好动作 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 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完美 两人从起跳到入水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几乎是同步 该说不说还得是中国跳水梦支队 能在不绝试比赛竞技性的情况下 同时还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 最后裁判也不禁感叹 其他跳水运动员真是辣眼睛 并给出了52.8的高分成绩 第一轮比赛也就此告一段落 排行榜新鲜出炉 中国跳水梦支队实质名归 力压重任 暂局榜首 日本选手紧随气候 第二轮比赛即可火热打响 日本选手依旧勇猛 选择了第一个上场打头阵 这一跳他们选择的动作是5331D 难度等级为2级 这个动作与上一轮的动作相比 大同小异 难度系数一样 裁判只给出了46.8的分数 很显然 日本选手依旧保持发挥失常 接下来便轮到中国队出场 为了不给其他选手增加太大的压力 他们低调地选择了一个 难度系数为两性的301B 只为追求极致的比赛体验感 让所有对手闻风丧胆的中国跳水梦之队 可不是空有虚名的 简简单单的一跳都能拿到52.8的高分成绩 就这一个起跳动作 日本选手都得练习两年半 第二轮比赛结束 没有丝毫变化 排行榜甚至都不想出炉 那就直接来到第三轮比赛吧 日本选手仍第一个出场 并选择了名为405B的动作 难度稍有提高 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还不错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对比前两轮 有明显进步 裁判也是给出了72的高分 面对状态回升的日本选手 中国选手能否继续保持高超的水准 积压寻寻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在台下早已叙事待发的中国队 即将震惊四座 看梦之队如何抹灭岛国选手那嚣张的气焰 配合方面没有问题 陈一文的个人技术 也还是表现出自己作为单向冠军的水准 两队选择了相同的动作和难度 但不得不偏爱 中国队确实更胜一筹 那水花消失数 更是让日本选手望尘莫奇 就连裁判也被其折服 毫不犹豫地就给出76.5的高分成绩 这一跳直接将两队的差距拉大 日本选手也只能默默地站在台下一脸懵 当比赛来到第四轮的时候 巴卡选手打算重振旗鼓 奋起直追 毕竟比赛不到最后一刻 也不能绝出胜负 稍作调整后 便选择了难度系数3.2星的305B 有点东西 但不多 两人配合程度还有待加强 还是比较幸运的 确实运气比较好 其中一位选手稍有些许失误 好在整体动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裁判见状已是给出了65.7的安慰分 本来两人早已准备好迎接低分的洗刷时 却没想到天降狗屎 走了一波好运 看到这结果的两人 更是激动的合补龙嘴 紧接着中国队出场 他们选择了一套名为107B的动作 难度系数到达了3.1 这精彩的表现让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整套动作如得福般丝滑 复制粘贴般起跳到入水 就连现场节奏员都忍不住惊叹 入水时刻再一次上演的水花消失数 沉浸于此的裁判 二话不说就给出了全场比赛最高的分数 81.8分 虽说倒酒还有点距离 但用来击溃小日子足矣 经过这次轮比赛后 中国队依然毫无悬念的位居第一 遥遥领先第二支队伍30.24的分数 按照这样的趋势进行下去 这个冠军将是中国队的囊中之物 但要知道 竞技体育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不到比赛最后一刻 都难以分出胜负 比赛来到最后关键一局 日本选手打算搏一搏 选择了205B动作 难度系数三颗星 这一跳不做评判 留给评论区的小伙伴们 漂亮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发挥 日本队的教练员也看起来非常的激动 到底是有多自信 能在分数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激动成这样 可转眼一看 裁判也才只给了69.3分 这是比不过就开始摆烂了吗 进个前三都成问题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接下来好好看 好好学 这才是真正的跳水 你们那叫炸鱼 只见中国队坚定的选择了5152D 这个难度系数3.0的动作 太棒了 当然我们的自我要求是更高的 中国跳水梦支队YYDS 神奇动作如同加了特效般毫无瑕疵 完美展示了一把教学区域 还没回过神的裁判 随即已是给出了79.2的分数 最后再向嚣张的日本选手 献上一个打脸羡慕动作 全场比赛画上句号 中国队以343.14的总成绩 轻松取得第一 让世界再次记住中国跳水梦支队